民調當然有高高低低了 那既然是五十九分 我只能說我們只能努力再努力 防疫成績單不及格 陳時中自我期許 這份來自臺灣民意基金會 最新民調顯示 對陳時中領軍的指揮中心 有四成民眾給了六十一分以上分數 有兩成剛好及格給過 不過三成五打了不及格 平均只有五十九點五三分 跟兩年前疫情開始的八十四分高分相比 去年降到七十分 不過今年疫情爆發後成績一落千丈 藍營漸縫插針 謝龍介很酸 既然以心不在焉 不如就讓陳部長卸任 另聘具備公衛專長的副總統賴清德 前副總統陳建仁 做指揮中心的最高顧問 我們隨時都會跟這兩位 做一個請教 那也經常性的做一些討論 那至於要定最高顧問 一般我們的政府單位 不太這樣子做 在情緒高漲的同時做的民調 或許是應該引以為戒 但不盡然代表真實的結果 情緒過後回歸理智的時候 我相信陳時中還是會基於及格以上 為陳時中的低分爆區 北市選情陳時中仍被英系議員認為是最強母雞 他對我們來講絕對不會有扣分 但加分加多少要取決於到時候大家如何合作 那以陳建仁跟林家榮以目前來講 我個人認為說加分的空間有限 林明前的最後黑暗說的是疫情或許也能一體適用陳時中的北市選情 進行為黃宣董優俊採訪報導 黃宣董優俊